而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 我们特别介绍一位相当特别的人物 原本是国小历史老师的翁念书 因为爱喝茶 在九年前移居到了花莲 设立一座柴窑 利用在地原物料 包括像黄金线 风田玉等等 都被拿来制作成采用 烧制出了一件件美丽的陶艺作品 一件件美丽的陶艺作品映入眼帘 换个角度来看还会散发出不同光泽 这些全都是出自于陶艺家 翁念书老师的巧手 为了凸现在地特色 翁老师从六年前 就开始在花莲寻找 可以陆佑的在地原物料 因为我们叫回南遥 那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具有花莲的代表性 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有名的陶艺都是以当地的物料去做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花莲能够有一些好的物料 让大家能够认识知道 所以就开始去收集 找这些天然的东西 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像我们的黄金线 滴川鱼场的黄金线壳粉 然后花莲寿翁的墨浴 墨浴粉 然后泰巴朗的泥浆 还有所谓的我们的月梅的泥浆 这几个是实验比较成功的 那地方很多 几乎都找遍了 这几个是比较成功的 原本是郭晓历史老师的翁念书 因为爱喝茶 在九年前就移居来到花莲 并且设立一座柴肴 专门研究如何以在地原物料入用 如今翁念书的工作室里头 已经有超过万件作品 烧制出来的茶具 不仅是具有当地特色 更呈现出质朴的右舍 令人惊艳 就怕特殊烧制的技术会失传 因此翁念书也计划要和东华大学 以及池基大学合作 希望能把十几年来 潜心研究的专利烧制技术 以及自然诱料技法传承下去 让这项结合传统艺术 与现代科技的陶艺发扬光大 记者 许丽晴 吉安相报导